我们开始讲怎么去连接数据库 作为一个所有端开发人员 也就是作为一个后端开发人员 你如果是不会连接数据库的话 基本上就是处于半残废的状态 所以说这块肯定得讲 而且得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 在这就是我们现在开发到这个阶段 也需要连接数据库了 要不然的话我们一直用假数据 这也不行 好我们数据库呢 选择的是MySQL MySQL我们接下来会介绍 安装使用等等 然后呢我们还要介绍 Node.js怎么去连接MySQL 因为我们是用Node.js来开发 最后呢我们就把MySQL 真正的应用到我们之前做过的 那些返回假数据的那些地方来 不再去返回假数据了 我们要真正的连接数据库 先说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使用MySQL 而不是使用Mogodb 我先说我的理由 就是MySQL现在是企业内 最常用的存储工具 一般都会有专业维护 就是你在一个大公司的话 MySQL应该是他们 最应该选择的一种随手工具 而且都是有一些 约为人员去维护的 所以说你基本上不用操 这个数据库方面的心 你只需要申请一个用户名 或密码 然后申请一个权限去用就行了 所以说你如果是使用个Mogodb呢 它可能不像MySQL这么普及 第二个呢就是 MySQL呢 是设计中常用的存储工具 因为它太普及了 所以说呢 有问题呢 可以随时的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像你买一个车似的 你不要买那种小众的对吧 买小众的车 你零件坏了 你都没说话题 但是买个大众的车呢 整个车坏了 估计随便有一个契配程 就能把你这个车给配下来 因为大家太常用了 所以说他们的背的配件就多 特别的道理 MySQL是设计中最常用的存储工具 所以说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去查 你从网上一查 可能好多答案都有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 这个一些交流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MySQL 它入门既没使用 还算可以的 但是它本身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说本课程呢 我们不去讲那些特别深入的东西 我们只去讲那些基本的使用 就能满足我们课程的目标 就可以了 你像那些特别深的 比如说怎么搞一些 极致的行动优化 怎么搞集群 怎么搞那些什么数据量 上百万行 上千万行的表 怎么去拆啊 这里的这些东西 我们这一节课是不讲的 像那些东西 都可以单独的作为一门课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指望 说在一门课中 学到所有的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这门课讲完之后 MySQL的一些基本的使用 就是包括能支撑你 做一些基本的websour 这是没有问题的 哪怕是你在工作中去 做一些小型 是完全没有可以满足的 中型的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数据量 只要超过百万行 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OK 让我们谈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去使用mongalDB的问题 这呢 我讲到一种原因 就是 学前段的同学 可能比较擅长使用 JSON这种数据结构 但是呢 可能好多人都没有学过 操作MySQL 包括Vision 那个SycleServer的一些语言 就是这个Sycle语句 就是这个SQL语句 就使用MySQL 或者说使用SycleServer 或者说使用Oracle 传统的这种 关系型数据库呢 都必须要学习这个Sycle语句 就是这个SQL这个语句 这个语句呢 是一种新型的语法 虽然说它不是特别麻烦 但是你要讲起来呢 可能是一门新的技术领域 所以说 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去写 或者不愿意去写 所以说他们就使用MongoDB 来代替 但是说MongoDB和MySQL 它两者是不一样的关系 它MongoDB可能更类似于 我们接下来要讲到 Redis这个软件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你作为一个后端人员 你不要去惧怕Sycle语句 你如果是想要成为一个 全战员 或者是想要成为一个 NoseJX合格的开发人员 你是不能 一点Sycle语句都不会的 虽然说我们这节课 讲Sycle语句也不会讲那么的麻烦 我们只会讲一些 能满足我们本课程 项目的一些基本操作 但是基本的日常使用已经够了 前提是你不能去惧怕 学习这个Sycle语句 它不是很麻烦 接下来会讲 一些常用的操作 我们可能半小时 甚至是20分钟就能讲明白 所以说大家不要怕 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WebSever中 最流行的关系性数据库 现在任何大型的 企业或大型的系统中 应该MathSycle的使用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大家学这个 绝对错不了 然后呢 官网上可以免为下载 用于学习 你如果是用于商业用途 用于赚钱或者使用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费用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用于学习的话 觉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 千两级一学一用 我们上一期PVT讲的 说它比较复杂 然后它 不会讲特别高级的东西 大家想一下 什么技术都不是 那么的轻易的 就能深入进去 所谓说这个东西 它没有什么东西 它没有什么内容 可以一切就学完 但是MathSycle作为这种 最流行的数据库 它不可能说没有深度的 它也有深度 但是相对于其他 存种工具来说 还是比较轻了 极其学习用的 而且相对于说 能满足我们这个 客人的需求的话 它也是比较容易 入门和比较容易学习的 下载呢 就是直接去特色官网 下载就行了 大家可以把这个地址 直接去打到 浏览器中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这个地址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这个下载里面有 Windows的这个下载文件 大家可以从这选择 Windows的下载文件 然后你选一个下载就可以了 然后Macs呢 可以选择Macs的下载文件 然后去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完去安装 安装其实就是一种 傻瓜式的安装方式 跟别的软件都差不多 然后呢 大家要注意 就是过程中 它可能需要输入 root用户名的密码 然后用户名是root 然后密码 这个密码呢 大家要记住 不管它有什么规则 你输入完之后 你一定要把这个密码记住 我们接下来要用 不要忘了 或者说记在一个什么地方 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电脑 里面不会存储什么 至少是Mancco里面 不会存储什么关系内容 所以说你密码 接下来也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要安装一个工具 叫workbench workbench呢 它是一个客户端 可着挂操作 你可以通过命令行 来操作Gate 你也可以通过一个 下载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客户端来操作Gate 就类似于这样的 而我是个人比较习惯 通过workbench来操作 它可视化 而且呢 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 比较简单 也是比较容易学习 所以说大家下来一下 然后地址呢 就是这个 workbench 它那个网址 还是这个dv.mancco.com 然后大路子什么东西 它这个工具是 Mancco官网自己开发的 所以说可信度 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稳定性也没有问题 我用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发现过什么问题 安装完之后它有一个 大家看这个箭头的 初始的状态 它有个加号 就是mancco connections 有个加号 点加号之后呢 它会弹出这么一个框 然后这个框里面呢 大家看 connection name 你自己输个名字就可以了 mess的 这个不用管它 直接默认 然后host name呢 你本地就是127.0.0.1 然后pot端口 如果是没改的话 就是3306 你如果自己改了 你就自己写 你自己改了 然后有个name 默认情况下就是root 就是跟用户也是顶级用户 这个地方你如果是想用别的 你自己改了之后 你可以用别的 下面的这个是password 就是密码 我刚才说要记住这个密码 到时候你就把对应用户的密码写到这就行了 写完之后 下面应该是有一个确定 或者说什么连接的一个按钮 点完之后呢 就会进入这么一个界面来 这么一个界面 然后这个界面呢 大家看 左侧是所有数据库的列表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去找这个Schemers这个东西 就能找到 在左上角有一个加 SQL这么一个标识 点开之后呢 就会出现空白的一个编辑区 然后在这里面呢 你输入databases 输入完之后呢 去点雷电的这个型号 它就会执行这个语句 执行完之后呢 下面就会展示所有的这个数据库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这来之后 我们点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加SQL 就会这样 然后我们在这输一个 throughdatabases 非常不要忘了 然后你如果是直接点这个执行呢 就执行所有的语句 你如果选中一段执行呢 就执行这个选中的语句 比如说我们现在执行 throughdatabases 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库 都给弄出来了 你如果是刚按了MySQL 它应该会默认的有 这个 这个 这四个数据库 这是它自带的 这个你不要管它 也不要删它 就这样就行了 MyComet这个是我自己 私下建的 大家就不用管 你当然没有 也无所谓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MySQL的 下载安装和基本的使用 介绍完了 完事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通过MySQL 去学习SQL语句 以及创建数据库 创建表 把我们之前在讲设计的时候 那个数据存储那块 我现在开始化了 搭虚算太轮 fortun点 在